雞胸或漏洞胸 它其實會造成呼吸窘迫 我們剛才提到 笑吼它比較特別的一點 其實是因為它是上呼吸道 這個喉頭這個 因為病毒的感染 或某些東西發炎而腫起來 水腫 所以一旦它喉頭水腫之後 它就會開始出現呼吸窘迫 會開始會喘 然後這個聲帶也發炎之後 你聽起來就會騷聲 咳的時候它聲音因為崩得很緊 所以它就聽起來會特別的響亮 特別響亮 這時候你就要去注意的就是說 它是細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 如果是病毒性的話 基本上每一個人 每一個小朋友 大概都會遇到那麼一次 但都很良性 可能就治療 就是支持性能療法 很快就好了 但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假如在美國的話 他們會特別提出來 就是視血感菌 如果在喉頭一旦感染的話 它這個的話會死人的 對 它會很嚴重 它會讓整個喉頭都縮起來 就是你連看都沒辦法看 你一壓喉嚨 它整個就沒辦法呼吸 甚至要做緊急的做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要特別要注意 要告訴觀眾朋友的就是說 我之前有遇過 我那時候在急診的時候 遇到一個小寶寶 有個小朋友 大概兩三歲大 然後他是從其他的醫院轉過來 他也是就是外面跟他診斷是 效恐症 就是聲音很雅 很雅 沒有聲音 然後他咳得又很緊 然後他 可是他一直治療 就兩三天都不會好 剛剛我們講病毒性感染 大概很快 一、兩天 大部分就進展了 然後它一直沒有好 所以他就轉過來我們醫院 結果我去看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 第一件事情 先問他的病史 然後望聞問切 然後再去看一下 結果我就把牙塞板 壓下去的時候 它從喉嚨裡面 就跳出一個無敵鐵金剛出來 那是什麼 他把一個玩具吞進去 他把一個玩具吞進去 所以他沒有聲音 咳的聲音也很緊 他就因為有一個異物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看他喉嚨的話 你沒有辦法整個去 對啊 外面他也很認真 他照了一隻光片 可是無敵鐵人要在那裡吧 他不會照那一塊 對 所以有時候 這些東西其實還是要想起的檢查 是 還是要想起的檢查 我們怎麼樣去預防 這樣的事情發生 像我自己的女兒 其實好像 他們小時候真的就是兩三歲的時候 他經常性 重複性的效忽 對 那個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個形容詞是像狗沸身 對 那個家長再戴起來真的會很恐怖 對 所以在這些其實都是因為感染而來 所以只能就是說 在兩三歲那一段期間 就是真的是耗發期 那我們也很容易 把牠們帶去公共場所 確實就是說 對於這樣子的孩子 我覺得應該就是 盡量避免牠 就是減少牠有感冒感染的一些機會 因為牠有一次就有可能會再 繼續這樣子下去 對 牠的體質大概比較 那牠會在大一點的之後 就比較好一些嗎 結果大一點之後牠就氣喘了 對 因為重複性的一些感染 確實後來醫師也是說 酵紅跟氣喘確實是有相關性的 有一些相關聯性的 對 那就是真的之後就是 要好好的去保養牠 就是說增加牠呼吸道的一些 譬如說讓牠去游泳 或者是就是多做一些 比較健康的一些運動 對 然後減少牠 就是感冒的那一些機會 這樣子的話 可能才比較能夠贏 好 繼續來了解一下 是猴頭軟化症 猴頭軟化症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毛病 其實大部分是良性的 可是相當的常見 很多媽媽或者阿嬤 帶過來的時候 就會告訴我們就是說 牠覺得小朋友 牠就鼻音很重 然後睡覺會哭… 就會從小就開始打呼 對 牠就覺得 怎麼跟爸爸一樣 打呼比爸爸更大聲 常常會有這種狀況 牠其實的狀況其實是因為 牠猴頭這個地方的結構 還沒有長好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牠會出現什麼狀況 牠的某些姿勢的時候 牠會一個 ㄍㄍㄍㄍㄍㄍ的聲音 就開始出現 其實牠就是好像大人一樣 牠猴頭這個地方軟掉 所以剛出生的時候 其實不會出現 但大部分來講 牠兩三個禮拜之後 牠身體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牠呼吸越來越有力的時候 牠一吸氣的時候 這猴頭就會垮掉 然後牠其實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在結構性上面 我們那個氣管前面是比較軟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這一小孩子 當你讓牠躺著 在吃捏捏的時候 或睡覺的時候 牠前面這個是軟的 所以牠就垮掉 就垮下來 牠就垮下來 牠就... 家長就會告訴你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牠聲音特別大聲 但你會發現說 你把它抱起來的時候 牠就打開來了 牠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是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大部分其實都是良性的 需要時間 有時候六個月 有時候九個月 慢慢的牠就會改善了 但是... 哪一種是例外 需要去處理的 都知道了 對 醫療就是例外比例內要常見 應該就是會遇到特別的狀況 就是你發現 你不管哪一個知識的時候 牠聲音都是很大聲 我們就遇過像這樣的娃娃 牠其實牠就在猴頭 身帶那個地方有一個水囊 牠有一個水囊在那個地方 你不把它拿掉的話 牠可能會壓迫到呼吸 牠就會開始出現呼吸窘迫 開始吃捏捏就吃不好 而且牠就一直瘦 所以如果說牠的猴頭軟化症 外面醫生跟你說 牠是猴頭軟化症 可是你覺得牠的聲音就 越來越大聲 不管怎麼樣去轉 牠都很大聲 是否牠吃捏捏也有問題 或者牠體重越來越下降 這種話就要給專家來看一下 是 通常會發生在多大的寶寶啊 可能兩三個月左右 你就會開始發現 就是牠怎麼吃得越來越不好 如果到五 六個月來 你就會發現牠怎麼這樣 越來越瘦 營養沒辦法吸收 你可能要注意 有時候是營養沒辦法吸收 或是牠根本沒辦法吃那麼多 牠根本就沒辦法吃那麼多 別的小朋友可能吃了兩百 牠可能吃了一百 牠就很喘 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要早點來做處理 是 好 警長有沒有什麼要照顧上面的建議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小朋友 就像剛剛主人講的 就是可能你在餵奶的時候 就第一個 當然你絕對是不能讓牠自己 就是比如說你把它靠著弄著 就讓牠喝蜘蛛奶 就是說你一定真的是抱著 然後就是盡量的 就是體味稍微 就是至少45度角這樣子去味 就是比較直一點 比較直一點 這樣子原則上會比較安全 不過有一些家長他會 因為這樣 確實在帶這樣子的孩子 會比較緊張 很害怕 而且小孩子在喝奶的時候 可能搞不好還會有那種 那種聲音 所以家長其實真的聽到 會非常地緊張 這是真的 OK 好 但是也不要太過擔心對不對 對 大部分來講 就沒有問題 就怕的是那種不吃不睡 對 不吃不喝不睡 又不長大的 那就麻煩 小孩子會跟你鬧 會跟你哭 那其實不太怕 是 OK 好 那我們今天從這個 出生寶寶的這個泌尿系統 還有這個呼吸系統 來了解平常 父母親比較容易忽略到的一些 疾病 一些問題 那最後請三位專家 來做一點結論 怎麼樣在照顧寶寶上面 我們可以多加的這個用心 來 大部分的寶寶其實 經由我們醫院的檢查 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可是有一些小小的東西 你覺得很奇怪的 如果你有覺得有影響到 他的成長跟發育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 那我會建議你在健兒門診的時候 跟你的兒科醫生專家 好好討論一下 有問題 不要胖 你就提出來問 對 然後家長呢 其實在帶孩子的過程中 可能我們大概就是一個月 或兩個月才會去一次健兒門診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養成那個 就是記一下MEMO 就是把你這個月期間 你覺得你 你就是覺得小孩子哪邊 怪怪的 其實每一對父母 都是自己小孩的專家 所以他可以發現很細微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提供給 就是健兒門診的醫師去參考 所以家長在帶小孩的時候 真的是不要急 不要緊張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太急太緊張 你的情緒確實會影響到小孩 是 好了 對 媽媽真的不要比小孩子 太緊張好嗎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帶過來歷程當中 我發現到說小孩子 你好好帶以後他就是你的寶 對 完完全跟醫生是做配合 什麼時間該回去做檢查 很多疾病可以提早發生 只要知道 提早預防 就像我兒子現在這樣 他現在就是靠運動 來讓他的呼吸變得非常地好 我覺得 醫生功勞非常地大 好 謝謝三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要提醒觀眾朋友一年一度 這個傳統季藝術音樂金曲獎 頒獎典禮即將在6月2號晚上7點鐘 由台式會LIVE的獨家轉播 這個盛會請大家要準時鎖定 台式頻道這個傳譯金曲獎頒獎典禮喔 謝謝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Bye